课文 今天下午,我们到李老师家做客。 李老师的爱人给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菜。 他还教我们包饺子。 李老师给我们买了葡萄酒和啤酒。 大家一起喝酒、吃饭。 聊天,非常高兴。 晚上十点,我们才回家。 课文 这么热闹啊,大家都来了? 李老师,我们四点半就到了。 您去哪儿了? 我去超市买酒了。 你们看,我买了一瓶葡萄酒,还买了十瓶啤酒。 今天星期六,大家可以多喝一点。 我最近身体不好,不能喝酒。 我多说话。 李老师,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。 您看,怎么样? 非常好。 你们觉得包饺子难学吗? 不难学。 可是准备包饺子很麻烦。 课文 李老师,您觉得我们汉语有进步吗? 你们这么努力学习,当然有进步了。 我汉字没有问题,可是我发音不好。 我口语和听力都很好,汉字也认识,但是不会写。 我的声调总是不好,应该怎么办呢? 别着急,你们平时多听、多说、多看、多写,进步一定更快。 好,我们别说学习了,快来吃饭吧。